我们这期继续讲暴力杰克,继续黄金都市篇 上期关东各大组织开战,进攻守护黄军的军队 而杰克认为黄军对于目前关东的统一是妨碍 长马龙带着一千个孩子帮助他运送黄金 门土和龙马这边,被黄金军队追赶得很狼狈 随后躲进了一个大楼中,不过身后出现了一名士兵 威胁他们不要动啊,随后开枪 但是却射向了没人的地方 他特意鸣枪,随后自己出去和追兵谈话 就是为了让追兵以为二人已经被杀 随后和门土打招呼啊,门土大惊 为什么能知道他的名字 原来是门土的熟人,叫做板布 是早已与门土的初中同学 在地震前就已经加入了自卫队 而板布和黄金军队内部的一部分人 其实也对黄金早有想法 但是这小部分人的战力不够 一直想向外界找到同盟 而门土这边有关东罗刹组的支持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制定计划 门土细心爆炸,这次黄金已经没问题了 他骂龙这边在山顶休息 他梦到了自己的姐姐 但是姐姐突然转身离去 变成了杰克 哦,这噩梦太严重了 门土这边询问板布暴力杰克的解决方法 不过板布却压根不知道暴力杰克是什么 门土很奇怪啊 明明看到杰克和黄金军队在一起 但是板布表示这里从来只有黄金军队而已 外部人员一次都没有看见过 是不是门土看错了什么 门土很吃惊再三追问 板布表示我们是盟友啊 真的没有看到 并且其他自卫队成员也没见过什么巨人 门土陷入了沉思 时间已经到了早晨 成马龙终于醒来 鼓起力气该干活了 门土这边也回到了罗刹组 并立刻开始布置作战 散布谣言 说黄金军队的弹药和坦克油量储备已经见底 这样其他的组织就会抓紧攻击黄金军队 而经过这次战斗 黄金军队的储备就会真的见底了 如果顺利的话 明天晚上之前就能获得黄金 一夜后罗刹组的人员集中起来 等待其他组的消息 不过进展并不顺利 其他组虽然有收到谣言 但是半戏半疑的状态 虽然有所准备啊 但是并没有打算出兵 这样只能让罗刹组先出手 如果罗刹组出手 就能让其他组感觉到谣言是真的 紧直以随后正式命令全组出动 门徒还在大声催促 目标是黄金 不要让其他组领先 当然这只是给其他组织设下的陷阱 而千门组这边也接到了消息 这时动门会也登员了500人 千人组正式出战 不过他们的战略有点奇怪 不去抢黄金 而是先用气球 迫到外道会的分布 然后直接把火把扔了过去 直接把外道会的黄金支部烧没啊 疑惑行为 关东乱成一团的时候 罗刹组藏了起来 保存实力 随后门徒通知自己的内应版部 版部接到消息 立刻找黄金军队的指挥官 指挥官立刻命令军队出击 完全中了门徒的陷阱 大量的坦克和战车出动 本来接到谣言啊 以为黄金军队的坦克 全部没有无法行动的暴徒们直接傻眼 不过现在也没有了退路 只能硬上 亲人组的武器中有火箭筒 也不是不可以一战 这时其他黑道势力也都明白了 自己所有人都被算计了的事情 他们开始不止为了黄金 开始集结起来 用全部的力量和黄金军队战斗 而门徒这边啊 看到计划顺利进行 十分开心 他脚下有一个起爆装置 是在战场事先买跑的炸药 黑道也就快要撑不住了 门徒也踩下了炸弹的开关 而版部他们的内应也准备好了 现在黄金军队的主力都在外面作战 而且损失严重 版部和他们的手下们开始叛乱 门徒和罗刹族也开始去收拾战场 暴徒们和黄金军队战斗的地方 已经化作废墟 门徒和罗刹族在这里补枪 还有没有死掉的人 门徒十分高兴了 这时克罗斯赶来 计划大成功 和门徒预料的一样 黄金军队和暴徒们全灭 这时门徒说 就剩下一件事没办 对他最重要的事情 当克罗斯反应过来的时候 手枪的子弹已经射穿了他 门徒的野心不止想要黄金 他想要罗刹族成为他的东西 克罗斯十分不理解 明明他和金之义 已经把组织交给了门徒 这次也是完全服从命令 但是门徒认为 暴徒说的话不能信 并且克罗斯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尽管不是组长 也能左右金之义的想法 相反 组长金之义的能力并不是很出众 随后将克罗斯射杀 立刻松了一口气 计划到射杀克罗斯才算完全成功 然后丢掉手枪 装出悲伤的样子 搞喊克罗斯被干掉了 并且鸣枪吸引别人的助力 金之义十分是悲伤 从小的时候开始 克罗斯就像加尘一样 效忠金之义 就如门徒认为的一样 金之义能掌控罗刹族 克罗斯的能力占着很大的比重 这是门徒一脸阳光的安慰金之义 真是计划通 最后门徒要一半的组员 将金之义和克罗斯的尸首运回 另一半和他去拿黄金 金之义和门徒分开后 立刻叫来小弟 要求调查杀死克罗斯手枪的指纹 和门徒的指纹去做对比 他已经看出 克罗斯腹部的伤口 几乎是零距离射击 所以他不相信门徒的话 看来也不是傻白甜 门徒这边和板部会合 随后一起去军库 快要到达的地方 门徒闻到了奇怪的气味 发现暴徒杰克在金库门口烤火 门徒和龙马对杰克出现在这里 十分吃惊 而杰克烧火的材料 是一捆一捆的钞票 这就很豪横 反复无法理解 为什么杰克能深入到这里来 门徒突然感到不对 立刻进入金库 果然金砖已经全部消失 成马龙小队已经把金子 全部搬运了过来 成马龙为这大批的金砖 挖了一个巨型大坑 把所有的金砖放在里面 并且嘱咐自己的小伙伴 不要私留 金块只会为他们带来灾祸 现在的关东没有法律 这里生存的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杀人什么的根本不在乎 人们为什么要上学考试呢 为了升学 上更好的大学 为什么要上好的大学呢 为了将来能够成为一流的社会人 那么为什么要成为一流的社会人呢 因为一流的社会人 能比别人拿到更多的金钱 品尝更好的食物 住更大的房子 这和为黄金争抢而互相杀害的人们 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 关东地震前的社会 学习是为了获得金钱的武器 而现在的关东 刀枪才是获得金钱的武器 如果被别人知道了自己有黄金的话 就会询问从哪里获得的 回答完的话就会被杀 如果不回答的话就会受到拷问 这是文太问 碎片也不行吗 当得知碎片也不行 文太立刻拿出了碎片扔进坑里 成马龙也无语了 此后让大家藏好 点燃了引爆线 用炸弹将旁边的山炸掉 把黄金埋了起来 黄金放在现在的关东 是点燃纷争的种子 所以埋在地下就好 这时黑布询问成马龙 杰克也知道埋藏的地点没关系 而且并不知道杰克 会不会用黄金做坏的事情 不过成马龙还是对杰克比较信任 认为杰克把黄金交给他们处理 他们也应该按照杰克指定的地点 埋藏黄金 这是信义的体现 关东地震后 人们缺少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黑布提到 在平民接片的时候 杰克故意挑起 孤儿和平民王的战斗 而且在最后一战 杰克没有帮忙 丢下了孤儿们 不过成马龙反驳 确实那时的杰克 一共给孤儿们带来两次麻烦 但是也藉由那件事情 孤儿们的生存环境改变了 从每天小心翼翼 轻轻胆战的活着 到现在集结的 一千孤儿团体的大势力 杰克带来的不是灾祸 而是他们能在关东生存的方法 如果当初被龙军杀死 那也只能说明 他们只有那种程度而已 关东现在这片土地 弱者是活不下去的 暴力杰克不是带给这些孩子 死亡的死神 而是给予他们试炼 给了他们未来和希望 虽然不知道暴力杰克在策划这什么 但是他一定是想要关东复兴的男人 人类想要生存 确实实物是必要的 但是有比实物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希望 经过成马龙的一番眼睛 真是画了不少印 用现在网友的话来说 这话又在开会 而到这里 成马龙军的初始成员 就是现在这些人 成马龙和伙伴们竟然离开 旁边的山上 站着杰克的女性性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